好大 本來他是先規劃一個下小雨那款的位置 然後呢 後來發現要下大雨 所以就再重新規劃 所以一直在練動 但是剛剛有一點不累 稍微撥到一點時間 但是呢 我們是不是呢 也先給這幾位哥哥姊姊 來 五位哥哥姊姊來 來出來給大家掌聲 他們真的很努力喔 很努力在準備喔 好 然後呢 那這樣我們呢 現在就是由我們的總關組 我們的西瓜哥哥 來為大家介紹大雨要進行的活動 來掌聲 歡迎西瓜哥 非常榮幸 也很開心 能夠來這個親子共學成長 也滿多會帶一點活動 那我們這個活動的名稱是 大手千小手自然科學闖關 OK嗎 那我們辦活動的時候 每一個活動一定有一個活動中指 那我們活動中指就是 遇教於樂 帶領各典齡層學生 與遊戲中 遊戲中學習到科學原理 各典齡層學生 為什麼我寫各典齡層學生 因為這個是一個親子儀嘛 有爸爸媽媽兒子女兒 年齡都不一樣 兒子女兒也有從小一到小六的 也有幼稚園的 那爸爸媽媽年齡一定不一樣 所以我寫各典齡層學生 然後從遊戲中學習到科學原理 都可以看到 待會我的每一個關卡 裡面都是含有一點點科學原理的 雖然有些小朋友現在可能不懂 但是我講過之後 他們只要學到的話 他們可能會 比人家更容易聽懂 那我才寫 預教於樂在上面 那麼活動成員總共有五個 第一個活動成員就是我 我是總管組西瓜哥哥 大家好 第二個成員是我們的鳳梨哥哥 胡龍山 第三個姊姊是我們的張明倩 雲多姊姊 第四個姊姊是我們的盧玉軒 蜜蜂姊姊 第四位姊姊是我們的 肖婉芸 月亮姊姊 好 那我的五個會分別在每一個 不同的關卡擔任 關組 然後我們的活動關卡 分為五個關卡 第一關 彈指神功 那各位一定會想說 欸我為什麼取這個名字 不懂他幹嘛 待會我都會講解給大家聽 也會示範給大家看一次 第二關 氣球棒棒卡 第三關 九宮格Bingo 第四關 平衡鳥 第五關 水往低速流 球往高速走 有些東西 看起來都很奇怪 為什麼氣球跟棒棒卡 會連結在一起 彈指神功 又是什麼東西 彈指 有成功 所以我待會在講解的時候 各位如果有問題的話 都可以舉手 大家活動流程 我會先在這裡 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遊戲 關卡介紹 包括遊戲規則 還有之後 講完之後 會有一個闖關領 闖關領一想 大家就可以開始闖關了 那闖關時間完60分鐘 同樣的 60分鐘之後 你會有一個結束領想 代表闖關時間結束 各位就要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我們再來做一個心得分享 那各位我先做一個小小的測驗